吸引力法则是一种心灵则学 主张相似的事物和相互吸引人 对一概念涉及到信念思维和情感的力 因为你的内在状态会影响一种吸引人 万一经历 底下是对吸引力法则的一些理解 第一思想的能量 吸引力法则认为思想的追求能量 并且这种能量会影响诸多的现象 积极的诅考和情绪会影响证明的情绪 比较负面的思维可能会吸引不力的情况 二 共振与振动的领域 吸引力法则中提到的固执概念 指的是你的内在状态与外在现象之间的因素 如果你的思维和情感振动的领域 与你想想吸引的东西先谈 就更容易实现你的愿望 三 信仰以处员性 对吸引力法则的信仰 与中间不够实现的心 当你生气能够有某种东西 你的行为和情绪会更多 想实现这种信仰 故意感激正面能量 吸引力法则可以抗击的力量 认为积极的力量会影响到极致的信仰 保持正面心态 感激当下的经历 有助于创造更多的领域 注意力气中 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响的事实上 有助于强化吸引力法则作为 注意力是一种频道不妙的东西 当你集中注意力没有优势 更容易吸引力是效果的机会 总的来说 吸引力法则可抗准备的 欣赏的情感动态 会在某种类优势上的 计划的确实 透过正面的制度 感激和信仰 你可以影响吸引力的精度 创造更加符合的期望 无限设计 是一种对开放的力量 和潜在和能性小律 代表在吸引力法则可抗准备的 生活的可能性实现